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下缠走整片山头的花 还说是殷氏昭的意思 龙虎丸的原材料没了 效果呢 也大打折扣 卖都卖不出去 后来呢 我就干起来打劫的卖门 不过我也卖龙虎丸啊 想不到 这罗英年背后竟有黑手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赶快回去 解决贾原来一事 然后去京城 揭穿殷氏昭的阴谋 走 趁月迟 燕燕 不要胡闹了 我知道你们要提审重犯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若判了林香儿死刑 最后又有证据证明他是无辜的 那你这父母官又有何意也没面对你的子民 自华何意 没错 是我偷了令牌去了大牢 我带依华去见了林氏 他说了他是被冤枉的 依华和云归也已经去寻找救他的证据了 爹 你虽然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无法否认你是一个好官 好官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 我不希望你围观二十载 却在到头来要老了的时候 判出一桩冤案 毁了自己的名声 大人 大夫人带人在外闹事 要立刻判林氏死刑 向氏急于让我们杀人灭口 息息想来 此事却有蹊跷 暗海卫审 他们招什么急啊 都知道裴大人 是出了名的公正联名 难不成 这次要包庇那小奸人不成 都已经证据确凿了 岂要荣厚再生的道理 甲园外的症状乃是混服美人面所致 而泛妇林香儿 只给甲园外服用了一种药 那么另外一种药又是从何而来 本官认为这才是重点 需要查个清楚 医伙者 等到甲园外清醒之后 亲自听他讲述一遍案情 再做定夺 早这么说 大人是要包庇那剑术不成 这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我家老爷昏迷不醒 生死未博 那一大夫人所言 您是断定甲园外 已经醒不过来了是吗 当然不是了 我当然希望我家老爷尝病百岁 大 这么看来 原来市场误物 我还以为大夫人您巴不得甲园外就此尝敏 然后杀了林香儿 好独占家产啊 你血口喷人 不可咆哮宫堂 大人 我有方法能够让甲园外苏醒 到时候真相便能水落石出了 休想 你们已经害过老爷一回了 还想再害一回吗 大人 他们这是要害老爷呀 你可不能由着他们胡来呀 大人 我愿意心灵担保 请大人让云归一试 你的命有我家老爷的尽贵吗 夫人 若你愿意让我一试 你家老爷的姓名自然是无有的 但若你执意不可 倒不免让旁人心生怀疑 觉得夫人您心怀不顾 那就罢了 我告诉你 如果我家老爷有什么闪失 定发了你们的皮 自然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哈哈哈哈 老爷 你收拾一下 来吧 早安 老爷 我给你了 不 样 说 你这药不太对啊 这是一花带我开的 你这药不太对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 老爷他吐了好多黑血呀 简直岂有此理 大人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那两个人就是杀人灭口 他们这是要害老爷呀 那吐完黑血之后可有苏醒 回大人 这 确实醒了 大人 启禀大人 贾原外已经苏醒 据他口中所言 事发当日 他确实是先服用了罗英年给出的补药 之后 又吃了灵士给的龙虎丸 所以才可血昏迷的 大人 这是罗医师交出的药方 说是配合衙门 调查贾原外中毒一事 这个罗英年 倒是懂得以退为进 大人 罗英年开出的药方里面 确实含有美人面 据他方中所言 应该是为了起到补荆器 调养虚的作用 这样子水落石出 一切都是一场意外 那好 传令下去 林香儿无罪开释 是 你们俩走吧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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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华和云归的协议 我收下了 但我却不知方不偷袭 我是为何 莹莹 这次你立了大功 爹也要好好谢谢你啊 爹 女儿是不是没有骗过你 你呀 我们这样不辞而别就走 真的好吗 只是出趟远门罢了 道别的话反而显得矫情 嗯 走吧 趁天色未亮出发 明天正午时分便能抵达驿站 睡得好 你看见我是不是很意外 你身为县令千金 何苦跟我们躺这趟浑水 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无论你告诉自己千百遍也要放弃 但只要你看见他站在那里 还是会忍不住地被他吸引 这种感觉你应该懂的 灵满 莹莹执意要来 大人也难他没有办法 那你呢 我是为了保护依华 其实我想告诉你 他根本不需要你的保护 不过我没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但是你放心 在你之前 我一定会保护好依华周权 那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那就无须多言 赶紧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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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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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阳所谓 心邪痛者 言少阳圣也 圣者 心之所表也 九月 凉气近 而阴气盛 故心邪痛者 所谓不可反侧者 阴气藏物益 开门 开门 不贵 一会儿不见了 我刚才下楼去找小二那窗被子 上来以后就没有见到人 就只剩下了这个 走 进去 这里是什么地方 究竟我的人是谁 他的目标 会是云归吗 走 走 新世昭 你竟然认识我 有点意思 我不仅认识你 我还知道你跟罗英年狼狈为奸 利用美人面的要心 谋取暴力 你这等心情 根本就不配一决之名 小丫头 你还是太年轻了 比起那源源不断的利益 什么都不值一提 嘿 如此枉固医德 你根本不配当医师 你说对了 我和罗英年 都是被逐出师门之辈 我们早就不是医师了 所以 不要拿你那满口的人意道德来绑架我 没用的 至于你 救了不该救的人 就得死 只是在你死之前 还要拿你换点东西 云归 他是夜市里的儿子 对吗 你都是要死的人了 让你做个明白鬼也罢 没错 云归就是夜巷 夜市里的独子 对了 你在这儿 好好珍惜你 仅存的这几日时光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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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包已落在客栈了 眼下也没有防身的武器 这该如何是好 好 放我出去吧 求救你了 求救你好不好 别做梦了 赶紧趁热吃吧 吃一顿少一顿 过两日 就上路了 看不见不见蛇 你真的好吗 别做梦了 你真的好吗 依华会不会已经不在客栈了 屋内有弥香的理由 带走她的人 甚至算好了你上下楼的时间 他们早有余 看来我们早就被人盯上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先离开客栈 来吧 您慢走 走 走 切锅 让一让 这殿小二身上 有依华特制的蛆虫粉被打 你确定 我确定 药材比例完全一样 我绝不会弄错 跟着他 一定能找到医华 那请 来 还有 最后 都能找到刺激 的 真有 你 只是 没有 你 我随穿耳荒 饮在水中荒藏 煎啸的过往 是一小鸿马登场 啊 停靠在这门上 爱上是个妇人 缘归 要留下那一方 爱到我死是怎么 一花 两茶碧山流放 流放你身旁 你和藏黄爆料 忍醉还是遗忘 若咬着万人空想 配做你下妆 故事最终还是 非非亮亮 你来了 你以后 对不起 我来吧 这 就不算了 啊 啊 哇 啊 啊 ی 你本可以不这么做的 一华昏迷不醒 若无人帮忙阻拦追兵 但凭云归一己之力 如何带他逃出城去 你我二人装扮成云归和一华的模样 是最安全也最可行 你经这般为云归考虑 生死也可置之毒碍吗 你认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云归 那你是为了云归吗 我糊涂了 你当然是为了云归 走吧 就当做是陪我当一回亡命运养 凉君 但ули presto 要 不 創 明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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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公 我让他 我能保护你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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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归 不 夜香 你身负夜家满门血债 这往后的漫漫长路 你该如何走下去啊 依依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的朋友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他们是为了救我 别担心 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救他们 囚禁我的人 是阴是招 他跟我说 你是夜市里的儿子 其实 我在我们摔下悬崖的那一天 我便恢复了记忆 你 大夫 大姓大夫 莹莹 莹莹 开门哪 开门哪 他伤得这么重 要请大夫如何能想 别得寸进尺啊 给他包扎止血 已经是我家主子大发慈悲了 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想什么呢 可他伤得这么重 他会死的 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好 这一切都是殷氏昭的一帽 竟有人能够为了利益 灭绝人性至此 依依 京城这个地方 远比你见到的模样 残酷百倍 那莹莹和成天 岂不是更加危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 想到办法救助他们 那现在我们唯一的方法 只有去告玉状了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所有的美人面 都被殷氏昭和罗英年独揽了 即使我看过完整的医奥王手战 知道如何拿美人面提炼出炎珠粉 可是也无济于事 要是我们爹爹还活着 或许会有办法 玉华 还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 走 你 说明了 这是长官 我许会 黄家 他跟他说那儿 是 我许会 会 我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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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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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瞧吧 嗯?